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那么前面呢我就有放一箱东西 那么之前呢就给大家分享过 关于这个九宫飞行嘛,对不对 那么除了我们那些位置 可以摆上一些的化解的物品之外呢 那么还有提到就是讲说呢 也要保持清洁嘛,对不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以上这个影片呢 这个位置呢 其实呢它是这个东南未来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子 我们都要保持它清洁 但是呢 它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呢已经是非常难的清洗 包括这用刷纸刷 或者说你用水来讲的话呢 其实呢它都会比较难清洗一点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买了这一个 那么呢它是便捷式的无线的水枪来的 当然它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种 就是要插电的这么有利啦 但是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方便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它是怎么样子用 还有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啦 因为我们大家看到了 要不过来的这种灯的水架 没有上时才能够些 这个人我们看到了 没有上时才能够些 没有上时才能够些 所以我们会看到海洋的水架 没有上时才能够再画一下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关键呢 没有上时才能够kers 没有上时才能够的水架 没有上时才能够的水架 好那么这个呢其实呢是最方便 你看它有一条头嘛 那么我们最主要呢就是 涩凉桶水 桶桶水OK 因为我们不需要就是去接这个水管 那么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的充电呢 其实也充满了 啊对 看到吗 对 红色就是算充满哦 对它其实它插头那边它会有颜色 啊 啊它如果青色的话就是基本上充满了 那么我们只是要把这个放进去 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力度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测试一下看到底如何 因为站那边呢我们就要去 呃冲一冲它嘛对不对 来过来 哎呀OK 只是这个声音可能会有点大声哦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头嘛 对不对很多不同的头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零度的 因为它别个来讲的话其实呢它都是 蛮不错的只是看你们自己要怎么样子用啊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零度的 零度比较有力嘛对不对 那么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按这个button就可以了 嗯 它一开始它会酝酿一下 哦 还不够有力等一下 好有力了 哦 哦 它力度是相当的不错其实哦 可以哦 可以 哎它可以冲得到哎 就把这里冲掉先 然后我们再把那个 水管也打开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它的力度还是蛮够的哦 嗯 因为它已经冲到这个程度了 对 而且它还有不同的 那个头 哦可以换啊可以换啊 也可以这样子 这个的话可能就要拿比较劲 然后声音稍微有点大啊 啊那么基本上大家看到吗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对不对 嗯 非常的干净了 那么呢在这里来 我们来这里看 我们差不多用了接近 两桶的水 接近两桶的水 嗯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吗 它这里呢其实呢battery呢 它已经差不多用了剩下 剩下三格电了 已经用了差不多一格电了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样子洗的话呢 呃水的方面呢大家就要 多注意一下控制一下但是呢 它是非常的够力 而且呢 呃 它这样才才有一把非常的方便 你也不用说一定要有插电的地方嘛 对 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充电二圈的才用了一格的电嘛 我们就洗完这里 嗯 那么其实呢 别的地方再洗一下应该的电力是非常的够了 嗯 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最主要他们是 方便什么 他们方便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浇花 啊浇花不能啦太用力了 太有力了 打我脚很痛 你换了挡也是不能吗 不能 那么其实我觉得它最适合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是住公寓啊或者是说你 住的地方你要去洗车 对 那么那地方没有好插电啊然后又没有好接水管的话呢 那么就 啊它是非常的方便啊 啊你刚才有讲说会不会合适是吗 其实非常的合适了 啊合适跟方便其实差不多了 差不多意思了 那么只是它会有点发热啊算是属于正常的毕竟它是电子的东西嘛 对 它发热是属于正常的 然后就是这样说呢 它其实可以不要装那么长的啊可以装短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肥皂壶 啊他们也有送洗车的肥皂那么你可以碰完肥皂之后呢你再去 呃就是 喷水洗车这样子 那么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还有就是说呢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快快乐乐 幸幸福福啦 μέg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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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